为了提升产业的发展 复理乡丰南部落 近期在建造山林生态教室 希望未来能够提供游客跟学生 体验自然生态 以及学习部落的山林智慧 传统工艺文化的据点 生态教室是位在部落传统领域 双豹竹瀑布下游 当地山林、溪流 自然生态相当的丰富 因此吉拉米代产业协会 特别向林务局争取到 设计理念的计划经费 另外也争取到了 原民会的金融纾困方案 部落景观的优化计划 而在取得地主的同意后 就建造生态的教室 预计9月26号举办 落成启用的仪式 山林生态教室已将进完工 族人们正在进行 扎门、竹桌、定制等等的工作 山林生态教室是为了提升 产业发展 未来希望提供游客跟学生 体验自然生态 以及学习部落山林的智慧 传统工艺文化的据点 对族人来讲 这是一个休憩的地方 但是对我们整体规划 对未来的游城 它是一个生态教室 那在这里呢 会介绍很多很多 有关我们阿美族的民族植物 还有这边的所有的生态 当然也会结合不断地跟在地的学校做一些户外的教学 生态教室特别以阿美族传统茅草 家屋为设计概念 以竹子、茅草为素材 竹子则使用台湾山木 除了厨房外 整体是挑空的空间 以利民众可以看到周边的环境 建筑外边则特别设置围栏跟扎门 有围离然后有门 然后做起来会比较舒适 那当然在整个经费上面 如果要做到我刚刚讲的这样 要在这里用餐 还差一点点 那我会继续努力 然后想尽办法 或者是引进更多的游客 然后来这里做一些体验 然后从这个部分呢 慢慢把这个资金的筹足 然后未来这个空间 会是一个在部落里面非常重要的点 生态教室为在部落传统领域 双爆竹瀑布下游 当地山林溪流自然生态相当丰富 因此协会特别向林务局 争取设置里面计划经费 另外也争取到 圆明会的金融书货方案 部落景观优化的计划 在取得地主统一之后 就建造生态教室 也预计9月26号 进行落成启用仪式 记者高松双 副理箱采访报道 副理箱采访报道 鞋鞋鞋